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院线电影在路上之普通人演员最美迪力热巴,出道到现在到底变化多大? 娱乐圈就是一个大染方,很多明白的人都知道。 没有背景的情况下进入娱乐圈一定要接受各方面的改变。 尽管你是白月光,进入这里一定也要为了前途付出努力。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迪力热巴,这个曾经的胖敌。 来到了娱乐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 众所周知,迪力热巴刚刚进入娱乐圈还是在新疆本地饰演的电视剧。 当时她还不是全国炙手可热的小花,曾经有记者拍摄地的村民。 村民都表示热巴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小姑娘,在被吊到树上的时候。 从来没有一句怨言,那时候她也只是小姑娘而已。 并且那时候的她天真烂漫,和当地的村民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和谐。 再后来热巴也开始出现在全国范围内,成为了杨幂公司一员。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热巴从前的电视剧没有人看过。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样年纪轻轻的一个新人怎么这么厉害。 演技丝毫不逊色娱乐圈里面的前辈,从此很多。 人都记住了你爹高鼻梁大眼睛的新疆小姐姐。 以前参加各种综艺节目的热巴总是笑呵呵的,非常保守。 如果裙子稍微有一点显露事业线,热巴就会捂住胸口。 更新微博也好,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,喜欢吃什么就说什么。 但是最近大家好像发现热巴不太正常,其实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好久了。 应该是某国际品牌的辱华事件之后,热巴作为该品牌的国内代言人。 也曾经出席了好多次该品牌的走秀,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样的。 一个品牌道德却这么差,网络上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。 即便是热巴解约了,还有人因为如此做文章。 最近的几次活动里,热巴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。 头一段时间她的电视剧播出,热巴虽然演技不错。 无奈这些年本子不咋地,所以凭借她的实力也很少拿奖,因为精英女神。 热巴被人喷水后,这也是造成现在热巴很少像从前一样在活动上活泼。 总之,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的。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热巴的作品。